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说为何妈妈爱爸爸 只因鲜花不能没有泥巴 你说我是一团没用的泥巴 好像在神面前是这样 没错你是我也是 我们每个人都是泥巴 很抱歉在我们当中 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成为鲜花的 但圣经怎么讲 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在罗马书九章二十一节 姚将难道没有权柄 从一团泥泥 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 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 我们都是泥巴 但只要这一团泥巴 放在上帝的手中 那就不一样了 在那一位智慧美丽的神手中 神能够让你成为 独一无二伟大的艺术品 所以不要疑问说 我能够做什么 那个其实不是我们应该问的问题 上帝知道怎么样来使用你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 预备好我们自己 让我们预备自己 让我们的生命变为可用 你要让你的生命有意义吗 你要让你的生活 产生极大的满足吗 这个是你的选择 我们不是先等等看 上帝你怎么做 其实是神在等我们 神在等我们先解决这四个生命当中 最关键的问题 神等着要祝福我们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身份的问题 不要试图成为我不是的人 成为上帝要我成为的人 第二个叫做责任的问题 不要为我们的问题去责怪别人 不要为着我的过去 作为今天失败的一个借口 承担责任 虽然别人伤害我 但是我可以选择我的回应 我可以选择我未来的方向 第三个问题叫做优先的问题 你生活当中的重要性是怎么样呢 你有没有按照上帝的话来制定一个价值观 让我们的生活建立在这当中 最后一个叫做权威的问题 谁是你的主人 谁是你的主人 怎么样开始 首先先邀请耶稣基督进到你的生命当中 掌管我们的生命 第二个开始行动 让上帝去驾驶一部已经发动的车 比他让去发动一部这个很久没动的车 还要更加的容易 我们开始学习去做某事情 参与侍奉 我相信上帝会指引我们到正确的道路 请不吝点赞订阅